中佳新聞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佳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呢 要先带你来看 基隆市长林悠昌 宣布即日起 基隆开放孕妇 优先施打疫苗 另外在5月9号前 已经接种第一剂的 1400多位民众 也可以到这5家合约医院 施打第二剂的公非疫苗 基隆市长林悠昌 在疫情记者会上宣布好消息 基隆市从6月23号起 开放孕妇优先施打疫苗 只要事先经过妇产科医师评估 孕妇就可以到基隆 5家合约医院施打疫苗 增强母子保护力 预估全市约有600位孕妇受惠 那我们基隆市呢 从6月23日起 我们开放本市的孕妇 优先施打疫苗 那一人打疫苗 两人保护 那不管你是打AZ 还是打莫德纳 都可以 由这个我们孕妇 自己来做选择 对于施打新冠疫苗 不少孕妇都坦言会有些担心 就一开始可能会比较担心说 可能会影响到宝宝 对 所以一开始会比较 害怕会去施打这个 可是后来就是疫苗越来越多的施打 然后也比较有一些 我们在工作上也会比较有一些安全性 这样子 也可以保护到 对 所以后期 到后期来讲说 我会 一定去施打 我刚开始也是很担心 就是会影响到宝宝 毕竟我是初期 就是怀孕 就是会影响 怕疫苗会影响到小孩 然后又问过自己的产科医生 那也有在网络上是 有孕妇施打的经验 所以还是去施打 毕竟就是工作上的需求 所以还是想要 就是小包包跟我都安全 卫福部基隆医院妇产科主任陈志宇 则对孕妇施打疫苗提出几项建议 那在年龄上面的这个没有特别 但是在怀孕中处上面 大概有一个倾向 就是在认诚的早期 我们通常讲早期 都是长12周以内的 比方三个月 那一般年间 大概也就是12周 三个月以内的这个胎儿 刚着床都比较脆弱 所以那段时间可能就比较 我鼓励说一定要强势 那以我个人的这个经验 就是对产妇的沟通 那通常都会特别留意一下 它的风险 比如说这个产妇本身 它的职业环境 比如说它现在还是必须要 附入在一些这个民众接触的业务上面 那风险比较高 当然了就必须要做这个疫苗的施打 如果风险相对低一点的话 原来还是以自己本身的防护作为优先 另外林后参也宣布在5月9号前已经施打第一剂疫苗的1460位民众 6月23号起也可以到这5家合约医院接种第二剂公费疫苗 我们在5月9号之前已经施打过第一剂的AZ疫苗的市民 我们开放在6月23号之后你可以施打第二剂 那我们本市呢符合这一个相关的一个资格的总共有1460人左右 那这是包括公费跟之前你是自费来施打的人全部都适用 另外中央公布教育人员等新一波的疫苗施打对象 其中北北基桃属于一个生活圈 因此7月起将计程车司机 国道客运驾驶 外送员及市场摊商等也列为疫苗的优先施打对象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6月22号公布新一波疫苗施打 名单包括考试工作人员幼儿园国小等教育人员 及各类批发市场的第一线工作人员 其中北北基桃因为属同一生活圈 因此将北北基桃的计程车司机 外送员国道客运货运司机 及传统市场合法摊商也纳入7月1号起的疫苗施打对象 听到这项消息 这群辛苦的运奖都相当开心 当然啊 因为我们是站在第一线人员 最怕是被传染到 因为每个人有没有被感染都不晓得 所以我们第一线人员一定要先打疫苗 然后才有抵抗力 如果煮疫苗可以怎么不行 煮疫苗保护人也保护自己 保护自己要保护别的客人 一再强调北北基桃同属一个生活圈的金融市长 则回应表示传统市场合法摊商都已经完成造册 外送员及机缘车司机等人员的造册工作 也会立即进行 中央听进去我们的一个建议 就是北北基桃是一个首都的生活圈 那一体适用 那把我们包括北北基桃的计人车司机 外送员 国道客运的司机 以及货运司机等等 还有北北基桃传统市场的合法摊商 都纳入7月1号之后的施打的对象 那我们基隆因为之前 我们强力的比较严格的来执行 相关的市场管理的一个机制 所以只要是我们市场的合法摊商 基本上我们产发处都已经完成这个造册 那其他的部分包括电车司机 以及其他的外送员 还有客运货运的司机 我们会进一步来进行造册 只要中央的疫苗一下来 我想我们就依照中央的一个指示 来进行疫苗的施打 另外基隆市6月22号新增两起确诊病例 都是护理之家位于洪区的高风险住民 已经预防性移至部立基隆医院收治 经过四次定期筛检才确认确诊 记者张奇腾基隆报导 再等你来看基隆市医院 韩世玉接获不少市政府的人员来 这次的话他不愿意出面 他也希望说他把他的爱心 给我们医院同仁们 那也希望我们医院同仁们 在第一线打仗 那更有信心 现在疫情严峻 那么大家要呼吁 就是说要双照一套的这个政策 所以在面罩上面 是非常的需要的 希望大家都能够安心的 平安的度过这个疫情 对于疫情爆发后 基隆市政府在传统市场 实施人流管制 各局处更是触动人力 轮分资源 但这些市府员工担心染疫 韩世玉建议市政府 将他们列为优先施打名单 很多局处的人员都要去支援 就我所知的话 一天大概十来个 大概十二个左右 那包含了我们爱心上工的人员 那这些人都去支援我们第一线的传统市场 可是却没有整个的疫苗来做一个保护 那对于他们来说 他们非常的担心 也非常的受怕 也担心会染疫 所以在这边诚恳的呼吁市政府 能够让我们这些人员 支援的人有安心有保障 让他们打疫苗 针对资源传统市场人力的防疫工作 市政府也回应公务员执行外勤工作 视为第一线的防疫工作人员 承诺会列为优先的施打对象 将依照颁表造册 陆续施打疫苗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艺人贾永杰特地到位在巴鲁的矿工医院 制证了100个便当 还有100杯饮料 为矿工医院的医护加油打气 获得院方的大感谢 新冠肺炎疫情升温严峻 艺人贾永杰也特地到位在巴鲁的 台湾矿工医院 制证100个便当 以及100杯饮料 为矿工医院的医护人员加油打气 也获得院方的感谢 新冠肺炎疫情升温严峻 那要不要先放在 男性先放着好了 还有还有谢谢谢谢 往这边放好 往往来 谢谢 谢谢 台湾矿工医院院长黎晋福代表收下 也感谢贾永杰的爱心 谢谢你们辛苦了 好谢谢 加油加油 谢谢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再带来看救国团 基隆市团委会结合 市议员张渊祥个人 共捐赠了660个N95的医用口罩 及400件的防护衣 制赠给三种基隆分院 力挺医护人员 也感谢他们的辛劳 新冠肺炎疫情依旧严峻 救国团基隆市团委会 捐赠510个坊间不容易买到的 N95医用口罩 以及400件的防护衣 同时结合市议员张渊祥个人 捐赠的150个N95医用口罩 共同制赠给三种基隆分院 力挺医护人员 也感谢他们的辛苦 我们完全是集基层义工的力量 来尽一点心力来挺医护 那除了这个 我们这个疫情期间 当然是活动都暂停 但是公益活动 我们还是适当地来处理 那除了我们办了 这个挺医护的活动 捐口罩跟防护衣之外 我们还有办捐血的活动 那去年我们捐了500多代 那今年到现在为止 我们也捐了将近400代 那我们在7月初的时候 我们会再继续办监选 请大家多支持谢谢 目前我们疫情非常地严峻 所以救国团 大家集中力量来挺医护 其实在疫情期间 我们所有的医护人员 都在第一线 来守护我们国人的健康 我们尽一个民薄之力 来挺医护 为我们的疫情 来更加的趋缓 希望大家都能够永远健康 今天跟我们救国团 激动市团委会 共同共襄盛举 希望在这次疫情当中 能出绵薄之力 为我们第一线 医护人员来帮忙 对于这份爱心和贴心 三种激动分院 表达由衷的感谢 很感谢就是医院这次疫情 还有有这些地方朋友 一些长辈的鼎力相助 让我们医护心里更暖 更觉得说这次防疫不无端 大家一起来防疫这样 谢谢 救国团激动市团委会 以及医员们呼吁社会各界 一起挺住医护战胜疫情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道 再带你来看 基隆市海洋教育暑期营队 每年都会变换不同的方式 让学子认识海洋科技环境与生态 今年碰上新冠疫情是否打消呢 答案并没有 老师们绞尽脑汁 改以线上学习 其中还加入了厨艺美学 从解剖学的角度 带大家以实际的行动来爱海洋 连续四天下午的活动 是全部免费的哦 欢迎有兴趣的小五到高热生 线上报名参加 炎炎夏日想在海里游泳吗 还是想潜入海底 一块丰富的珊瑚礁生态呢 在今年暑假的海洋教育署齐营中 老师们绞尽脑汁 要给学子一趟丰富的海洋之旅 与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合作 整理了八大类的海洋职业 为学子精心设计海洋工作 以职人的角度 探索海洋丰富的生命力 今年由于受到的疫情的影响 我们把我们的海洋营队 全面改成了线上的课程 非常的精彩哦 今年的主轴是海洋直牙试探 然后我们已经跟海科馆 以及海洋大学合作 老师们设计多元有趣的课程 包括带学生深入了解锁管后 融入厨艺美学 变成一顿特色佳肴 还有用鱼骨作夜灯 从解剖学角度探讨生物等 线上的课程不只看 还要您动手实作 让学生收获满满 我们会用邮局的一个包裹 直接线上的话 先寄送到各个同学的家里面 里面的话就会有我们三个的教材包 海肺艺术创作 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的透明鱼骨 第三个的话是我们的锁管的解剖 然后我们会提供我们解剖的一些道具 海洋教育是技用士的试本课程 尽管碰上新冠肺炎疫情 经费拮据 但教育处补助营队经费不手软 欢迎有兴趣的小五到高二学生 线上报名参加 另外也相当感谢海科馆协助线上博物馆之旅 让海洋营队可以持续办理下去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各位知名朋友大家好 我是市长林有昌 目前疫情非常的严峻 请大家一定要做好个人的防疫工作 把口罩戴好戴满 并且减少群聚的活动 保持社交距离 避免不必要的移动 这就是把病毒残破链 斩断最好的一个方式 防疫优先 我们会严格执法 加强巡查 不戴口罩就开罚 口罩戴好你我都好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遍布北部各县市 香火相当鼎盛 慈平斯的观音佛祖 相传特别的灵印 信众时常来参拜 香客们也笃信 大慈大悲的观音佛祖 佛法无边 能变化千手千眼 来保佑众生 并记事度中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要带你来看海科馆录制海洋生物喂食秀的影片 其中有渔界激动歌之称的亨鱼 每次看到保育员来都好兴奋 整个身体就像要飞出来一样 吃到美味的愉快后模样就变得十分的可爱 保育员将大小不一的鱼切成块 接着进行喂食秀 第一位激动歌烘鱼上场 看到保育员前来 烘鱼相当激动 就像要飞出水族箱 吃饱了就在水里悠游相当疗愈 接下来是调皮的香豚 嘴巴会吸水 吐向保育员 但看到食物上门 就立刻乖乖听话 鱼好可爱喔 我喜欢海科馆 我要想给你看卫鱼 风鱼吃东西很开心 看起来像飞起来一样 现在虽然不能来到海科馆餐馆 但是影片上看到了 从来都没有看过的画面 让我越看越有趣 我们会用很简单的海洋科普的相关的知识 把一些包含了我们这个海洋展厅里面的一些展像 或者是我们的海洋生物 那我们运用互动的方式 能够去提供您的面前 让你在防疫期间 一样能够生动活泼有趣 能够认识我们的海洋 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因为三级警戒 停业到28日 但管方人员进行直播课程和录制影片 让大人与小孩疫情期间在家 也可以舒缓压力 记者黄烧鸣金融报道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延烧 烘焙店实施外带制 在金融有业者为了顾客的健康着想 将增进免疫力的食材加入面包内 还推出了防疫餐盒 让民众吃到满满的营养 当季酸甜桑胜与自然发酵面团结合 擦出了鲜美的火花 我们请农民特别帮我们做的桑胜吐司 酸酸甜甜很适合夏天的口味 然后我们夏天也推出芒果布丁 还有这当季盛产的鲜甜芒果 与布丁蛋糕超搭 口感层次在升级 用新鲜芒果 然后跟我们的焦糖布丁去做的口味 就是用当令食材 业者在疫情期间 为产品增添新口感 同时融入满满的营养 那家的面包很好吃 基本上它的面粉跟奶油 我觉得品质都不错 为了减少群聚橄榄 顾客每次上门都买很多 看准顾客需求 业者推出了物超所值的防疫餐盒 让顾客买得放心又安心 防疫期间我都会买多一点 那只是因为冰箱冰不下 所以还是得分次出来买 我来买那个防疫餐盒 因为最近疫情的关系 所以就比较不敢出门 所以就想说一次买好 这样子会比较划算 也比较方便 也减少出门 跟别人互动这样子 寻求不同行销整形 连结数位软体 升级产业 那这个餐盒很特别 你只要在线上加我们的line 你就在家里可以点一下 你喜欢的面包 我们就可以帮你装成一盒餐盒 那这餐盒很特别 它不是一般的小餐盒 它是一般你在家庭用的餐盒 里面有吐司 然后也有可颂 丹麦欧式面包 也有人买这个防疫面包 然后送到医院去给 护士还有医生加油 他一次订大概都二三十箱 餐盒内都会附上组成虚质 医师及针口方式 让顾客在家不出门 也可以品尝到刚出炉的好滋味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导 新冠肺炎防疫期间 打击犯罪不停歇 刑事局破获诈骗化物机房 专门假冒公安 诈骗中国民众 警方持散弹枪破门而入 发现嫌犯证企图 以榔头敲毁电脑灭阵 警方将硬碟资料 送数位见识后查出 至少有二十多人受骗 一声声巨响 警方手持散弹枪破门而入 刑事局去年 侦破一起诈骗机房案 上上追查后 发现邱南的诈骗机房 也共用同一个化物系统 经数月跟肩埋伏搜证 见时机成熟立即进行攻坚 并逮捕正在湮灭证据的 嫌犯邱南等十一人 并查扣手机筆电硬碟及监视镜头等 政务一批 本局真气大队在台中地检署 假官指挥下 在今年四月及六月发动搜索 具体行动 那查获一件十一人的电信诈骑化物机房 那全案呢 总计查器 逮捕主贤干部及成员十一人到案以外 同时呢搜索查扣了 笔电十一台 硬碟十个 手机十三支 及叫站守则等相关账证物 本局在此郑重警告 各类的诈骑集团不要蠢蠢欲动 虽然在防疫期间 但是打击诈骑无假期 我们警方绝对同样会来严加查器 也呼吁民众勇于检举 如果有发现群聚等相关可疑事状 勇于向警方来检举 我们绝对会同样的来严加查器 抵回物民众的财产 并且来共同防止 来共同进行防疫的安全 警方将硬碟资料送交数位鉴定后 查出诈骗集团 从今年二月份起 透过群呼系统发话 假冒中国大陆银行员工及公安 诈骗二十多名大陆民众 诈骗金额高达两千万元以上 征讯后已将秋贤为首的十一人 依法送办 记者综合报道 疫情持续严峻 没有想到有诈骗集团就把歪脑筋动到筛检民众的身上 他们以电话通知快筛民众需要缴交现金以及拿取治疗药物 165粉诈骗专线统计有两件报案记录 受骗金额三万八千元 疫情持续严峻 本案本局的回应如下 本案就是民众在接受PCR检测阳性的时候 诈骗集团会以电话来通报民众来交钱拿药 查165专线从今年1月到现在为止 总共有两件民众被害 财损金额为三万八千元 有关上勤呢 本局已将相关的勤资汇整给外勤大队来争处 并且与卫福部成立一个及时的联系的窗口 除此之外 我们也在我们的官网FB 公告宣导相关事类的诈骗手法来提醒民众受害 如果民众您还有任何疑议 欢迎拨打本署的165专线来洽询 或者是洽询健保的咨询专线或者官网 另外健保署也提醒 若筛检结果为阳性 请民众等候卫生单位通知 做后续检疫隔离安排筛检 报告出入之后 也不会以电话通知民众缴交现金 拿取治疗药物 民众若接到疑似诈骗电话 请立即挂断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记者李锡慧台北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学生想打工 听说要先办卡 还要先买东西 瞎会 有的还要先缴钱 要缴证件 要缴信用卡 还有的只要负责提款 就可以领三万块 这是什么工作啊 怎么这么奇怪 小心有陷阱 让我告诉新鲜人 寻找打工资讯要记得三要准备及欺负原则 不让假讯息危害你 要陪同或告知 将可险恶 请亲友陪同哦 要确定 检视征才广告内容是否合理 要存疑 主动搜集征才公司的资料 不缴钱 还没赚钱怎么先花钱 不购买 又不是参加购物团 不办卡 是要帮别人打业绩吗 不签约别傻傻的被卖了 不离身 又不是笨蛋随便给证件 不饮用 是去应征不是去聚餐 不非法工作 千万不要胡搞瞎搞啊 快把这三要七步口诀多念几遍 这样才会聪明分辨真假讯息 打工才会有保障啊 中家集团关心您哦